迪鹰独自美国被捕台湾节目遭预言,十年前命令师铁口长大来讨诈静成真。 台湾演艺圈拿姐大迪鹰的儿子,在美国念书的孙安佐,日前公开向朋友表示5月1日不要来学校,扬言要在当天发起恐怖攻击,谋划助扫射校园,让同学听完后吓傻,直接向学校举报。 警方获报后也直接将他逮捕到岸,并在他的住家中起出多个军事物品,现场被形容有如军火库一般,让台湾民众相当震惊,不过有网游其第十年多前,迪鹰带助儿子上命令节目,当时的算命师早有预言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孙安佐被逮捕后,直接否认自己要进行恐怖攻击,并表示这一切只是和朋友间的玩笑话。 然而警方却在搜查他的房间时,发现多个军事用品,还有相当罕见的脚手装置,认为他口中所说的计划并不是随便开玩笑,认为有必要请专业医师评估精神状况。 目前迪鹰夫妻已经请律师处理,让他用10万美金交保。 消息传出后为台湾演艺圈投下震撼弹,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一个孩子会想做出恐怖攻击,不过却由网友翻出十多年前,迪鹰带助孩子上皇家签主持的开运鉴定团,当时节目上的命令师紫薇老师,从子女工观察亲子关系。 当时就讲明,代沟严重,亲子一吵架,子女工有这几颗星,都表示孩子的个性比较强,不过更准的还是后面低解析,让迪鹰听了脸色都沉下去。 当时紫薇老师直接讲明,子女天生就是讨债鬼,主观太强,做任何事都是先忍后奏,三不五时出事情,让迪鹰听了脸色非常沉重,不过老师最后补充所谓的讨债是指很会花钱, 这才让迪鹰松一口气,直呼,这个没有关系了,反正我也喜欢让她当讨债鬼,只要跟我很亲就好了。 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衬。 当时孙安佐和迪鹰在节目上一搭一唱,只要迪鹰说爱儿子,她就会立刻回应爱妈妈。 如果说喜欢儿子,对方也会立刻说,喜欢妈妈。 看得出来感情非常好,然而扬言恐攻事件爆发后,大家在看画面却认为,她太宠爱孩子,抨击,根本不会教育孩子。 虽然强势没有不好,但是太把儿子当宝。 难怪发生这种事情。 事实上,毕竟针对此事受访时,也表示钱的问题比较大,认为迪鹰给孩子太多钱,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 并表示如果没钱都想住去麦当劳打工,根本没时间开这种玩笑。 图片来源,中天。 节目片段出来后,网友纷纷讨论,好扯啊哦,算命师果然很准。 十年前老师就警告了,迪鹰就是太子妇所以不听。 虽然老公花心很值得同情,可是不会教小孩是自找的。 不过也有网友谎辖,其实算命师说的是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事情,也不能说这样就是预言啦。 影片来源,东三综合台。 对于紫薇老师说,孩子太后墙难以管教,被说神预言,大家怎么看呢? 参考来源。